请问大家接下来就要去哪个西斯文 西斯文 画面上是台北国际旅展的现场 许多对旅游有兴趣的民众不断的来到现场 基隆市政府这次特别规划了一个基隆馆 官销处携手基隆在地的美食伴手里 及文创商品等业者一起来参与 吸引各地的游客不断的来询问购买 说馆这样那老板娘很热心都有试吃 那我们吃了觉得其实产品很实在很好吃 也没有人工调味 那老板还特别介绍这个手工煎饼 还有蛋卷 我都觉得比那个老街的还好吃 像这边的话就咸柠檬酱 觉得还蛮好 蛮好吃的 那可以加气泡水 对 然后还有基隆三宝 他们介绍的 觉得应该不错 这个网样咸柠檬呢 它是我们基隆在地的水果店 也是我们这个严选 就是水果都会严选 那它这次严选是小龙柠檬 跟海盐去制成的 对 那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这个国胜行的香肠 它是用飞鱼卵 也是我们的基隆好物 就是有得奖的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甜不辣饼干 甜不辣呢 就是我们基隆呢 就是特色嘛 所以我们把它做成这个甜不辣的形状 对 那这三样东西也是我们今天现场的卖得非常好的 也可以到维多航故事馆购买 对 锁管小卷 然后还有什么中卷啊 透抽啊 到底有什么分别 他们会询问 当当在询问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解说 解说的时候又试吃 哎 觉得它不错 很鲜嫩很鲜甜 而且很Q弹 所以说它没时间没炒之后 它回去它就购买力蛮高的 那另外还有一款就是我们刚去年才开发出来的产品 这叫做千层豆腐盐的手作煎饼 那这个煎饼就是仿我们北海岸的豆腐盐去开发出来的 把那个海藻直接石纯 只要包在那个夹层当中 然后采低醣低油的方式 一片一片的酥脆可口 我们就带来我们巴豆族的特产 其实最多型问就是我们巴豆族的特产小卷跟飞衣卵 那是比较在地性的吧 所以客人只要看到这种东西的话 比较特殊啦 像我们小卷的话就去盐除被 那飞衣卵的话就是经过很特殊的那个 帆续的工序以后才做成一瓶酱料 所以像这两种产品的话 在我们展场还是在我们一般的那个卖场 生意都不错 询问度都很高 旅游过程中交通工具更是不可或缺 因此基隆馆这次也有机车租赁平台参与宣传 那我们目前从基隆开始的时候 我们现在前台已经有72家的一个门市跟合作店家这样子 那我们也透过数位化的方式来让来基隆旅游的客人 他今天可以提前预约 确保说来到基隆一定有车 那透过我们的机车的服务 他可以选择比较短期的使用 也可以选择用长期的 市政府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也来到现场 为参展业者加油打气 欢迎游客到基隆来玩 基隆馆的现场也规划热闹的游奖侦达活动 跟现场民众来互动 滨海七斤游送给你 好不好记得要来基隆找我玩 第二条你想去哪里玩 基隆深夜游 最后一条大哥想去哪里玩 纯白先去当网妹 这条真的很适合当网妹 而且新的景点 游奖侦达带出这次基隆的主题 遇见海港巷弄秘境 共规划了三条体验游程 包括基隆深夜游 滨海奇迹游 纯白卸购游 串联其美食班手里 跟景点秘境的故事 让外地游客能深度探索基隆 体验基隆的好山好水好空气 绝对可以让游客收获满满 来过还想再来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台北报道